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讲题就是反贪会不可以调查涉嫌违宪的法官吗 最近SRC纳吉贪腐贪污洗黑钱案件的法官 判纳吉有罪的法官 创下历史的那位法官 他就是Yang Arif Muhammad Nazlan 他给反贪会调查 反贪会他很高调的出了一个公告说 我们接到三个投报针对这位法官的投报 我们已经展开调查 所以这个公告一出来之后就引起很大的宣然大波 有人说违宪 有人说你这样子高调来宣布调查 其实是不恰当的 这个事情我之前已经讲过 法官 Nazlan 他其实有人举报反贪会调查 OK 那其实在反贪会调查之前 Muhammad Nazlan 他自己也举报了 以证自己的清白 其实一开始是有一个叫Raja Petra 以前是支持西蒙的 后来他不懂这么跟西蒙跟安华闹翻 变成亲户痛 然后他也不敢回来马来西亚 因为有很多案件要抓他 所以他都在英国 但是他是一个著名的blocker 著名的部落格 然后他也有网络媒体 就是Raja Petra写的一篇文章 说Muhammad Nazlan 他在做银行家 在做银行的法律顾问的时候 曾经有收取刘特佐的一百多万令吉 所以针对这个传闻 就有人去举报Muhammad Nazlan 这位法官他自己也有去报案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一时间 所以这个课题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我当时是批判 我说其实Muhammad Nazlan 这个自信的行动 已经证明这篇网络文章的可信度 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如果是真的 他不会去自投罗网 正常来讲他不会去自投罗网 他敢去自投罗网 证明很大程度上 这篇报导是假的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快跳 跳进conclusion 就说都是一秋之隔 所有法官都是这样的 并没有 我们抨击反贪委会 是因为反贪委会 你在调查当中 你不应该这么高调的去进行调查 因为你根本没有证据来指向 你还没有 甚至还没有获得证据 还没有进行调查 你就把枪口 指向这位法官 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因为你会让人觉得 法官好像有涉案一样 马来西亚很多人 他们是觉得 你给警方调查 你就是坏人 你给反贪委会调查 你就是贪污 他们是这样子抉择的 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基础 法律基础是叫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就是除非你被证明有罪 不然你都是无辜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法律基础 所以反贪委他这样子 在premature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之下 而且纳兹兰已经自清的情况之下 发一个文告出来 这样子他有正在调查他 其实是不恰当的 是不恰当的 但是我之前讲这个讲题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我是没有批判 反贪委会调查的权利的 我们后来才发现到 越来越多呼声在说 反贪会调查法官是违宪的 反贪会是不可以调查法官的 因为反贪会是行政底下的议员 就是属于政府机关的议员 如果由政府机关的议员 来调查法官 就等于行政干预司法 这个是违反三权分立的 所以违反我们马来西亚的宪法 我们的宪法就是三权分立 网上有很多这样子的看法 然后也有很多人来问我 所以这个课题我觉得应该讲一下 但是之前都很多课题 所以拖到今天 很明显答案是不切实的 这样子的控诉说 反贪委会如果有控告法官 就等于行政侵入司法 这样子是不对的说法 完全不正确 然后反贪会是有权力可以调查法官的 任何的公职人员 只要涉嫌贪污 反贪委会都可以介入调查 所以之前的讲题 我讲到反贪委会接到三个淘宝 然后对法官展开调查 这个是正常的 也不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事情 以前也有过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法官并不是免于 反贪污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之外的 其实这样子的说法 大家只要思考一下 就可以知道完全站不住脚 如果这样子的说法能够成立 就是行政不可以干预司法 而且司法有自己的调查机关 法官有一个联政机构 可以由大法官来开启调查 针对底下的法官 所以不需要外来者来调查 如果这样子的说法可以成立 那所有的国会议员 所有的州议员 反贪委会都不可以调查了 同样你把这个针对法官 针对司法的逻辑 搬去立法就可以了 立法也是三权分立的一个旁支 既然它也是三权分立的 其中一个支流 那你行政跟它平起平坐 你也不可以调查它 所以国会议员州议员你不可以调查 而且国会议员州议员 他们的议长 国会议长还是州议会的议长 他们都有权利来调查 针对自己 他们可以成立一个 像国会可以 他也有自己的审查机制 他有公葬委员会 可以传造人来调查 所以如果你说司法 不可以给反贪会调查 那意味着同样的逻辑之下 立法国会议员州议员 也不可以接受调查 大家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吗 肯定是不能 肯定是不对的 而且我们也有国会议员 不是公职人员 他只是国会议员 被控上法庭 因为贪污 像华林的国会议员 大家还记得吗 叫什么名字 我突然 什么Abdu Aziz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好像是叫Aziz 他也被控上法庭 因为收贿 所以反贪委会是 有权利调查 立法跟司法的报案 针对这些人的 贪腐疑云来进行调查的 所以并没有违宪 这些人现在说 调查纳兹兰违宪 那之前调查国会议员 州议员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违宪 是不合逻辑的 而且调查法官 纳兹兰也不是头一招 之前也有其他法官 被调查过 只要你去举报 甚至有法官 是被控上法庭过的 大家可以找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被定罪 前几个月 还有一个地庭法官 是被定罪的 所以不要 不要被这些人 带风向所影响 虽然纳兹兰法官 绝对是一个好法官 我看他的判词 我们之前说过 他写那集的判词 写得洋洋洒洒 五百多页 理据充足 任何人去读都可以知道 你真的 这个法官真的不是随便判的 然后他也被跃升 他 一月还是四月的时候 被跃升到上诉庭 成为上诉庭的法官 审可庭的准令申请 上诉的准令 Leave to appeal 之前我们讲过的 申请 三位法官 上诉庭的三位法官 来临审这个申请的 其中一位 就是穆哈曼南子兰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 认为他是好法官 就说 反贪委会 你不能够调查他 反贪委会 是绝对绝对 有这个权利的 但是反贪委会 还没有进行调查 还没有任何实质证据 就如此公开的给大家 跟大家说 我们正在调查他 虽然你说的是事实 你正在调查 但是你会给一个 很不好的印象 说好像这个法官 有设案 这个是对司法的独立性 是有质疑的 这个本身 他这么快就公开 说我们调查他 其实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但是他有调查的权利 大家不要混为一谈 那独有肯定会问了 那为什么没有 没有违反三权分立呢 行政不是可以用 这样子的方式 去操控立法 去操控司法吗 其实反贪委会 严格上来讲 他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 他并不是行政的一环 他 其实反贪委会主席 他的地位跟大法官 跟首相 跟议长 几乎是同等的 为什么 因为反贪委会的主席 根据我国的宪法 根据我国的法律 他也是由阿公直接委任的 就跟大法官一样 也是阿公直接委任的 是我们元首来委任的 所以他是为元首来服务的 并不是为行政 并不是为首相 但是在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行政权太过庞大的 过去60年都有一党来专政 然后这一党牢牢掌控着行政 他们为了加大行政的权力 多次修改宪法 所以弄到行政的手 升进了司法里面 升进了立法里面 升进了反贪委会里面 像我们之前说 国会的薪水并不是议长给的 连议长的薪水都是行政给的 你怎样说国会能够保持他的独立 保持他的中立 这个是509 2018年变天 我就说应该要做的体制性改革之一 很可惜西蒙没有做到 所以议长都会给行政牵着头的原因 就在这里 大法官也是一样 大法官大家不要以为 是前一任大法官委任的 并不是 也是由首相劝告阿公 由元首来委任的 首相会成立一个 以他为首的司法临选委员会 然后来那里选取法官来委任 所以你看他某种程度上 还是跟行政扯上关系 他的独立性也会受到侵蚀 这个就跟反贪委会是一样的 反贪委会的主席也一样是要 首相劝告元首来委任 所以这个就会让人错觉 首相可以操控所有的事情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改革的 之前一直有 西蒙也有提过 要把反贪委会总检察长 安置在国会的监督之下 而不是在首相的监督之下 其实这样子的讲法是LPPL 只是名义上好一点而已 因为你可以掌控国会的政党 你才可以做首相 所以在我们英式西敏市议会制度之下 行政跟立法其实是互相重叠的 因为你一定要是立法的最大党 你才能做行政 才能做首相 如果你在议会没有掌握多数议席 你是做不到首相的 为什么马哈迪会被轰下台 就是因为他不要跟喜来登在一起 导致他不够票 所以最后他必须要辞职 他不辞职就会被轰下来 这个是我2月20多号就写出来的东西 原因是这样子 不像美国 美国总统是行政 议会有上议院跟下议院 他们叫参议院跟众议院 都是民选的 所以他们的行政跟立法是完全独立开来的 立法可以弹劾总统 总统也可以去否决立法的 他封回去 不要这些立法的法律 叫他们回去重新审行 这个才有真正的互相支撑 他们这个是共和体制 但我们马来西亚的西敏市制度 就是这样子有互相重叠在 所以他的制衡力度会比较小 所以严格上来说 反参委会的主席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 所以既然是独立于三权之外 他当然可以调查首相 他当然可以调查大法官 调查法官 然后调查国会议员 调查议长 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情况特殊 一直以来都让这些行政权的扩大 然后变成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西蒙上台的时候 也没有极力去做这些体制性改革 西蒙上台之后 连最基本 我骂过很多次 他们一上台我就说应该马上做 而且立法做的 就是评分选区拨款 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 都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做了政府之后 他就飘起来了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他就飘起来了 他认为我可以长久坐在这个位置之上 所以他不会位与筹谋 不会想自己有一天也会做反对党 你现在先公平拨款 你先做好 其实你是保护以后 会做反对党的自己 结果他们自信心爆棚 没想到做了不到两年 就给人推翻下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诟病 希望他们也有吸取 这些体制性改革 当你掌握到权力 一定要马上去做 而且这些体制性改革 是不会扰民的 是不会扰民的 是不会伤害到选民的 所以他所带来的反弹声音 反对力度会比较少 而且你如果真的要做 当时做反对党的巫统 当时做反对党的回教党 他们会反对吗 肯定不会反对 但是连着最基本的 他们都没有做到 这个是最令人心痛的地方 更别提像我说 把反弹委会 自在立法之下 把大法官独立出来 法官的委任 大法官的委任 就不需要首相的劝告了 直接由前任大法官 来领导 这个法官领选委员会 不需要有行政的揭露 法官可以自给自主 每年都有固定的拨款 这些都没有做到 所以是蛮可惜的 也是我们当时 不停的在呼吁 他们要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回我的文章 可以看回我的直播了 所以简短的讲一下 反弹委会 很多人抨击说违宪 不可以调查法官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一点都不认同 原因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希望大家有get到我讲的 不认同 i hi gentel i a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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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here